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来跟大家 讨论一个比较严肃的课题 题目是探讨大学运动科学课程与ACSM高阶证照 学习背景要求接轨之可能性与建言 会有这样的这个题目产生的主要是这十几年来 观察到在台湾 考取ACSM高阶证照 的人呢好像没听说过了 那这个问题呢 经过一些 观察跟思考 发现到 有一些比较 结构上的问题 需要解决 所以 我就设计了这样的题目来跟大家 探讨一下 那这是我个人的 资料 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材呢 主要这个大纲分成五个部分 第一个是先让 大家了解一下当前国际 顶尖专业运动教练证照 他的制度 也就是 大家可能也许有听过 NCCA认证 那第二个事情是 美国运动医学会 也就是ACSM 他的简介 他的组织简介 和他的证照的简介 第三个 我们在了解 ACSM他对于 运动科学相关课程 的定义是什么 再来就主要的 这个 问题呢 分析13个 台湾的 运动科学相关科系 他的课程 以及 与ACSM 定义 的这个接轨 他的可能性 以及我个人的一些建议 最后再把 这个整体做一下总结 好 那我们就来看 首先呢 要来介绍一下 这个 NCCA认可的 证照是怎么回事 那 在去年呢 2017年的年底 受到运动管理季刊 的邀请之下呢 写了一篇 这个有关 运动专业证照的 回顾 那在这里面呢 我就 引述部分 比较 跟 这次 谈论的课题有关的 表格 来跟大家做一下介绍 那第1个 要了解到 在美国运动学会 他们在 连续10几年 都有做这个 提示能发展趋势的 全世界的一个调查 可以看到 所谓的 这个证照 它的用途在哪里 在前 5名 第4名当中 有一项 相关 领域 的学历 专业证照的认证 工作经验 吩咐的 提示能专家 这一项呢是 公认 很重要的 他这个排名有20名 那这一项呢 历年来都是在 前5名 所以 可见了在 不管是业务 业务 或者是 这个 就是我们的 客户 会员 参与运动者 对于 教练的素养 非常重视 那其实我们在了解到 所谓的NCC的认可证照 他其实是 有 很严谨的要求 他其实是 美国政府的一个 叫做 ICE的机构 他旗下的一个 实质执行 认证的单位 他叫NCCA 那这个单位呢 他设了24个标准 各位可以看到 这些我们就不一一细讲 有12345678 你可以看到他从 目的管理自主性等等 教育 这个 训练 及正在考试的规划 等等 你看到 第20 再到这里 有24条 这24条的 规范 每一条 这是 大的名称 他的细部 我都看过 其实是非常的 不容易 一个证照 的开发要达到这样的要求 要 很多的 这个 时间 金钱的投入 还有人力的投入 非常的不简单 所以呢 能够拿到NCCA认可的证照 其实 等同于是一个 高标的证照 那 这个 这个证照呢 他有分 两大类 我们一般 比较不会 不会去做区别 不过在 这个 ICE的 官网上 美国政府的官网上 他就做了一下 定义 有一种是叫 certification program 这种呢 他是 就说是证照 这证照是第三方 考试机构 去 执行考试 你就是要 完全能够确认是 这个 考生本人 而且不会有任何作弊的 嫌疑 那另外一种是 自我进修 推广 教育的 这叫certificate 他叫证书 所以 你看这边所列举的一些 内涵 就 完全不一样 所以 像这个ACSM 以及其他 专业的运动 这个 教练组织 他们追求NCC的认可 都是属于右边 这一类的 certification program 另外 还有一些 推广的 那个 你有了一些 这个 certification之后 再去做 这个延伸的 那 当然 certificate就很多了 技术性的 知识性的 都有 所以这个给各位 参考一下 是有区别的 好 目前NCCA认可的证照 大概规划起来有28张左右 那 他的协会 在左手边这里 这边是他的证照 NCCA认可的证照是针对证照 不是针对协会 所以这边给各位看 这个表格是 2017的 年底 所收入的 现在已经是2018的 10月11号 所以 随着这个时间的演进 这里面的内容会有一点的 这个更新 那这资料是说明是去年的 12月 的日期 那可以看到 这个表格里面呢 ACSM 它这里所罗列的 它有四张证照 有 第1个CEP 有CPT 有EP 有时候叫EPC 还有一个叫RCEP 这四张 那其他组织我们也稍微浏览一下 这个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 ACSM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基本的简介 它是1954年创的 最早是体育教育者跟医师 来共同组成的 它是为了解决生活形态异常 造成的健康问题 后来呢 就 广泛的接受各个 这个运动科学的 领域的专家和学者 那对于这个 竞技运动医学 健身运动科学 这个相关的研究跟著作 希望都能够 有些贡献 那经过 非常多年的努力 ACSM发行的 书籍 还有学术的 起刊 都已经建立了它的口碑 也是全世界公认的 这个运动医学的 翘楚 所以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起刊 有这五本 这个是我们最熟悉的 MSSE 那这个是它的review 还有呢 Sports Medicine 运动医学 Current Sports Medicine 当代 运动医学 还有一个转译 科学的期刊 还有Health Fitness Journal 就是健康提示能的 有这五个 那它出版的书啊 就很多了 那这是它官网上所罗列的 这本就是很出名的一本 叫Guidelines 这个 运动测试以及 其处方指引 这个是CPT的教科书 这个是 这个EPC的教科书 这个是运动科学概论 这是 运动科学 的 这个营养学 就是营养学 那 还有一些其他的 可以看到 琳琅满目 那这些ACSM的系列的书都是 是委托LWW公司 来出版的 所以 在国内 这个也有 LWW派驻在台湾的 这个 代表呢 他们来 负责做一些推广 销售等等 好 再来我们看 ACSM证照 它的总览 它有10张证照 10张证照呢 我们就不一介绍 主要 要点出 这个 我们这个主题的 一个重点 它的证照的10张当中 你可以看到 从 最上面罗列下来的 是比较 初阶的 CPT GEI 都是初阶的 它基本上要求很低 18岁以上 高中毕业 有CPI AED证照就可以 报考 另外呢 这个高阶证照就是这里开始 我这边有画箭头的 就是这些都算高阶的 那 这个EPC 它就是 运动 它就翻译造翻 就是运动生理师 那它还是属于健康体制人领域的 后面这两个 就临床的 它叫CEP 还有一个最高阶叫RCEP 它在明年 2018以后 它这个两个 会 做整合 它 它会把名称RCEP就删掉 但是 原来的CEP就 其实就是 考RCEP的 内容 它就留下一个而已 那 这个 这个 EPC呢 EPC呢 它的 要求就 比较多一些 它 希望 我们这个 学历背景 除了是 运动科学的学位 是学位 要拿到学位 所以医学系 物理治疗系都不算 那这个 学位是运动科学的 再来就是 这个 这个学校学的课程 必须要经过 它的这个 审查 它的审查是指 运动科学相关的 这个课程 包含了 运动生理学 这边有提到 至少三学分 大于等于三学分 还有这个 肌力体能 应用 运动人体机能学 有时候翻译叫 机动学 或者是生物力学 解剖生理学 运动测试机 运动处方 特殊组型 健康风险评估 等等 我把它 等一下会有一个 比较放大的 说明 再来说 所以 你可以看到 这个 这五张证照 是基本的 ACSN ACSN自己开发的 就这五张 后面这三张 算高阶的 高阶的要求 就是刚刚说的 第一个要有学位 运动科学学位 第二个就是 要 有修过那些课程 刚刚说的那些课程 21个学分 而且运动生理 至少三学分以上 这基本要求 好 再就是 另外他还有 这个另外 运动就是良药 EIM 的认证 还有 这个 场边 医师 这个是拳击格斗 这是要医师才能考的 所以这十张里面 只有这一张 比较特殊 是医生 而且要 这边有一些规范 很麻烦 这个不是我们一般人考的 好 还有另外还有三张 这个叫 ACSM NCH PAD 还有 ACSM ACS CET 还有 PAPHS 这三个 都是 延伸出去 跟其他的组织 共同开发的 好 所以总共这十张里面 属于他自己开发的 这五张当中 低阶的 没有什么要求 一般而已 高阶的 就要求要有 学历 要有 运动科学相关 课程的定义 才可以报考 好 那 这个我把它放到来看 就是刚刚所说明的 我们再看清楚一点 ACSM EPC 等级以上证照报考资格 必须是 运动科学相关科系大学毕业者 或者是正在就读大事的学生就可以 那他的定义就是 至少21学分 好 这是我们台湾的制度 所以就讲这个 那修过的课程就刚刚已经念过了 我就不再多说了 再强调一下 像这个运动生理学 至少三学分 还有这个叫 激力与体能的课 是学科 而且他不能 只是一学分数科 这个 有时候会 忽略掉 这个要注意 另外这边我在这个表格上面还有一些特别的清楚的说明 我补充一下 像这个 解剖生理学 这边提到 他说可以是 这个科目可以是 结合在一起 或是两科分开 那 运动测试 与运动处方 这一科 Exercise, Test and Prescription 选这个 他说 应该要包含健康族群跟特殊族群 注意他 强调要做运动测试 这不是体制能测试而已 那还有呢 再来就是 运动处方 所以这个 有严谨规划的 所谓运动测试 如果各位对这个不是很了解 你可以去参考 GuideLine 的那本书里面 有谈很多的运动测试 不会只有 简单的体制能检测而已 我们台湾定的那个是 比较简易版的 你要去看这个是 他的目的有可能 对于特殊族群是用来诊断用的 诊断就是 他 比如说要用运动心电图检孔 这一类的 这个叫运动测试 他是 有特殊目的 好再就是 特殊族群应该要包含 病理生理学 病理生理学 这个特殊族群 我看我们有些科系的确也有 可是可能 只是教运动指导 跟这边所称的 还要包含他 各位看这边有提 慢性病 这个包含了这个 CVD 心血管疾病 肺部的疾病 肺部的疾病 代谢疾病 就是糖尿病 还有一些特殊族群包含 他可能是健康 但是他是 有的特殊 有些 退化状况 或是特殊 情况 包含老人 孕妇 或是青少年小孩 这些都叫做特殊族群 最后一个叫健康风险评估 这边提到 应该要包含各种健康问题的风险分层 就他危险因子 这些 都要被涵盖在内 去探讨 所以这个 要求还蛮严谨的 应该 在我们课程设计上 要把它包含进去考量 以免了这个学生毕业之后 没想到 想要去考的时候发现不能考 那就太冤枉了 也许我们只要做一点点的努力 就可以让 这个国际接轨的事情 达成 好 那我们主题就来了 就是要探讨 台湾当前 当前我们的时间 时间点是设在 就是2018年10月10号 这一天之前 的课程 所以我是在这一天 搜集了所有 我们要分析的13个科系 他们的课程 包含他的学分 跟课程内容 选修必修等等 好 那我们 我就把这个 运动医学类 拿了两个 学校的科系 高一大运医系 中国一大 的运动医学系 还有 运动保健 跟健康类的 有五个 包含 体大运保系 北户的运保系 这个 四北大的 运动健康科学系 台体大运动健康科学系 平科大的 休闲运动健康系 体育类就 都体育系 有 台师大的 清大的 宗教大 高师大 东华的 还有 台东大学的 这总共有13个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是 那个高一的运医系 那各位看到这个表格 就是我统一 汇整的 所以待会呢 可能会留一点时间给大家看 一些佐证资料 但不会一一细讲 我已经把它 全部都 统合进来了 那在这个表格当中 我们把 刚刚 ACSM的定义有 1234567 有7大类的课程 的名称列在这上面 标准 当标准 那他的学分数 我写了 他至少21学分以上 大于等21 运动生理学大于等于3以上 那这其他的科目呢 就用21去扣3 就是18 那至少18学分 但他这个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运动生理学的课程 超过3 比说是4 4的话呢 那 这21减掉4呢 就会变成是17 所以 那个 这边有可能会变17 就会变少 那所以这边有一个前提是这样算的 但大部分不会 有这个问题 这学分都是不够的 不会 应该是很少会超过 刚好 要超过很难 那 在底下 这个表格的下半部 就是 我们要 他分析的科系 他实际的状况 那 红色是代表 有问题的 有问题就是说 他学分可能是不够 或是那个 课程 可能要被 做一些调整 包括名称 或是授课大纲内容 要依照 他的这个规范去做微调 那我这边注记就是 那个 ACSM的定义 我把它再 强调 做注解 好 那 大概这样子跟各位聊一下 我们这个表格的 阅读的方式 那 所以呢 你看我这样画下来 如果是这个 高低运一系的话 运动生也选了两学分 这个红字就代表 没有达到这个 ACSM的标准 另外这里呢 罗列的7个 累计起来 最多到23学分 所以他超过18了 所以我就用黑字 那我这上面标红字 就是说可能要微调一下 像这个翻译的问题 英文他是写 Strength Training 但他中文是翻成运动 可能 不太好 所以应该要 修一下 可能当时没有注意到 改成肌力 就很完美 另外我绿色的字代表是 选修 也就是学生可能 未必会去选 所以我们在给建研的时候 要注意就是 系上要开这个课 学生要选到这个课 这样才不会漏掉 好大概是这样 那像这边右边 这个黑字都是没问题的 然后这个运动 这个叫体试能评估和测试 还有呢 运动处方 这个进阶等等 这些 非常接近的课 但是看起来 好像跟这个运动车的处方 不尽然都一样 那这边可能要考量一下 还要做一点微调 再去做一些修正微调 可能就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还有一个健康管理 到处都有 我们好多科系都有 可是 不知道 不知道有没有包含了 风险评估这件事情 好 所以 如果有话那是最好 那如果没有 可能在 客纲或是名称上 可以请大家 考量 要不要再去做微调 所以我 这个表格的功能是这样 那 后面 这个就是 佐证资料 那这边还有一个 每个表格后面下一张的PVT 就是 建议 所以我这边有写 很清楚的 运动车也写 调乘三学分 修正 运动体能训练为 激励体能训练 还有呢 这一 二 三 四 四科呢 再依照 A学生规范 调整 授课名称大纲 另外呢 绿色的字有两门 是选修 系上要注意 有没有开课 学生要注意 有没有修到这个课 这就是我给的建议 再请大家参考 那这个就是佐证资料啦 我 如果有用这个 这个都没有 标示 用这个箭头标示 就是 那七大类的课 的内容 所以我 给各位看一下我找到的 希望没有错 这边我们都用浏览的 这边我们都用浏览的 好 再来是中国医药大学的运动医学系 那这次接着我们就可以快一点 那他就是有 这个表格上面列的 他运动生也没问题 其他这些学分七大类加起来也有超过 但是 缺了一颗 特殊族群 还有另外这两颗红字的 可能要 留意到微调 所以 中卫医药的这个问题 比较少 请大家参考 接着是体大的运保系 体大运保系他的运动生理学也是不足的 阻力训练失误看起来这个应该是 但是他这个好像缺了体能 所以看这边要不要调整 那另外还有少了特殊族群 那运动处方健康管理也是 看是不是要微调 学分数 总学分数还是不够 所以如果增加这个就可能可以了 所以 可以看到这边写的 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参考 这是体大运保系的课程 接着是北户 北户的运保系 那 同样的运动生理学的 学分数不够 少开两门课 运动测试跟处方指引 看起来 这一颗有接近但是还要再调 特殊族群之运动处方设计 总学分数也不太够 这边就是 提的文字的这个建议 好这些是课程 一样 这个可以看我红色标示的位置 接着是 那个台北市立大学的运动 健康科学系 好 一样这个运动生理学 那个不够 这个 缺了两门课 还有两门课呢是 可能要再做一点调整 好这个是文字的叙述 请参考 这是课程 好接着是 台体大运建系 运建系 运动生理学 学分还差一个 另外有两颗可能要微调 授课的课程或名称 还有很多的选秀 要注意有没有修到 总学分数还是不够 好这是文字的内容 好这是课程 好再来是平科大秀运系 平科大秀运系 运动生理学也是少一个 学分 少了三颗 三颗 另外 有一颗 课程名称 或内容 可能要做微调 大概是这样 总学分数少了八个 有点多 所以这个 可以参考一下文字 的内容 这是课程 在网站上没有提供 到底是必修还是选修 所以我也另外问了 系上的老师 吴伯瀚老师 他告诉我 除了运动生物力学之外 都是必修 再来是体育的 体育的 第一个我就列台式大体育系 台式大体育系 不过体育类因为它的主要的功能是 培育体育失智 所以 普遍来讲是 落差比较大一些 这运动生理学差了医学分 少了特殊族群跟健康风险评估 另外还有一个运动测试处方 这个 提示人跟运动处方这个要 看是不是要调整 所以他差了六学分 他这个算还好的 这是文字的叙事 这是课程的 内容 接着看清华大学体育系 前身就是竹师 竹教大 的体育系 运动生理学也是医学分 少了 一二三三门课 还有一门 运动处方可能要做微调 那总学分数少了十个 这是文字的建议 这是它的地图 这个昨天也是找了老半天 课程的详细的学分配当 它是放在学生手册上 所以不容易找 网站上没有直接列 这是课程内 其他无关的那个数科 我就省略 再是宗教大的体育系 台中教育大学体育系 运动生理学是 足够三学分 但少了记忆体能 少了这个 运动处方 特殊族群 跟健康风险评 少了四个 四类的科目 所以总学分数 这边我写错了 这里是 3加2 少了 只有五个 这边必须要更正 只有五个 所以 还少了13 这边是对的 前面这里是错了 只有3加2是5 所以少了13 那所以 要再做一些修正调整 这就是课程 再来高师大体育系 高师大体育系呢 运动生理学很多 这很少见 超过 那 这里呢 就是 还有其他的课程 少了一颗 健康风险评估 好 那这里我是写16 它是用21去减的 所以你这边 因为这边有两个学分是选的 好所以 如果这没选到 那其实就是16 如果有选到 可以这边再可以再扣2 那运动处方这个很要微调 这是文字的建议 这是佐证的课程 再来是东华体育系 东华体育系的话 这个运动生理学也有两个 同样的会有 两学分其中是这个选修 那另外少了两颗 还有两颗呢是 可能要再做 名词上的 受课的调整 所以它的总学分数也差到9个 这是课程 好最后一个台中大学体育系 那运动生理学够 另外少了三颗 运动测试及处方指引 即运动处方指引 特殊族群健康风险评估 少了这三颗 运动训练法可能可以调整成这个 所以它总学分数也是 少了9个 这是文字的建议 好 看一下课程 好最后总结 总结的话呢 我把刚刚我们 建议的这些标题呢 我把它列成四个大的项目 运动生理学学分不足的 或者是建议需新增 课程的 还有 可能要调整部分课程的名称或大纲的 另外还有一个叫非运动生理课程 学分数不足的 就是总共 一般都是 要 这个18嘛 对不对 那如果不够的话呢 我这边就会 助记一下 那所以可以看到 我打勾的 就是 有 违背这个上面这个标题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总表 基本上 打勾越多越不好 就是要调整的地方 越多 像这个 运动生理学 少一学分 这个 看是要新增一个跟他很像的科目 他就可以合并计算 单一科目 两学分有时候 各校的考量都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 技术上可以去解决 新增课程的 这个状况是 知识体大 所以 要由这个系上 达到共识 也是 需要时间 看看这个 系所的发展的 必要性 好 再就是 部分课程的那个名称调整 我觉得这个是 容易做的 很容易做的 那 主要是 大家可能不了解到 国际 发展的趋势 所以 透过这 我们这一次的介绍 可以让 授课的老师 再去斟酌一下 看有没有可能 再做一点 调整 配合这个 发展 国际发展的需求 那自己那个总学分数不足 这也是 可以透过技术上的一些 调整 让他 达到 那我列了这些表格 可以 提供大家 去做 参考 好 那 那 这个 我的 用意呢 就是 希望 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探讨 良性的一个 建议 给 相关科系的 学生和老师们 去思考 看看是不是要去做一些 调整 让我们未来毕业的学生 他有 机会 可以 报考 最重要的还是在 回归到我们授课的本质 能够跟国际的需求是接轨的 好 那这就是我 这个 这是一个初步的想法 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好 谢谢大家 耐心的聆听